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干锅土豆片的做法 多加一步,鲜香好吃,不油腻 首先准备5个小皮的小土豆 把土豆切成厚度均匀的厚片 这里的土豆片不适合切的太薄 然后把切好的土豆片装入盆中 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洗去淀粉防止土豆表面氧化变黑 然后把洗好的土豆片离干水分备用 下来准备一块洗净的五花肉 切成薄片 切好后转入小盘中 再准备一个红椒 先对半切开 去掉红椒纸 青椒切开 然后再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装入盘中 下来把大蒜切薄片 生姜切成小丁 切好装入盘中 在炸的时候 再准备洗净的干红椒备用 下来再准备一个洗净的洋葱 切去头尾 再对半切开 切成细丝 切好装入盘中 然后把控干水分的土豆倒入盘中 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拌匀 这样做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 吃起来更香 在炸的时候 吸油也少 每一片土豆都均匀的裹上土豆淀粉后 下来锅里倒入食用油 锅中油温五成热时 放入土豆片炸一下 下土豆片时要一片一片的顺着锅边放入锅中 这样可以防止锅中热油溅出来 把手烫酸 土豆片放入锅中时先不要搅动 炸着表面稍微定型后 用筷子来回搅动 让土豆片两面受热均匀 炸的颜色一致 炸着土豆表面金黄时 用肉勺捞出来 然后把锅中的油温再次升高 倒入炸好的土豆片再复炸一遍 炸三十秒就可以 炸好后捞出来控油 然后把热油倒入干净的盆中 锅中再留少许的油 油热后倒入洋葱翻炒 炒出香味即可关火 然后倒入干锅中垫底 锅中再添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五花肉炒香 肉片炒香后再倒入姜蒜和红椒翻炒 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继续翻炒 炒出红油 然后放入青红椒翻炒 炒至青红椒断生 下来开始调味 加入盐 少量白糖 鸡鸡 纸然粉 一勺蚝油 适量生抽 然后把调料翻拌均匀 再倒入炒好的土豆片 快速翻拌均匀 最后撒上熟的柏芝麻 倒入少量香油 翻拌均匀 清可关火 再装入干锅中 好了 这道鲜香好吃的家常干锅土豆片就做好了 土豆这样做色香味俱全 比吃肉还香 太下饭了 味道一点也不比饭店做的差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